欢迎收看文法实战之连贯式翻译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文法实战之连贯式翻译解析的时间 那么连贯式翻译是文法的一个实际操作影片 透过连贯式翻译的练习 一方面可以提升我们中翻译的实力 再方面也更能整体强化我们英文作文的写作实力 那也希望整个影片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帮助 不用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这个文法实战之连贯式翻译解析 22-1 我们现在讲解前面三题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中文 在台湾西有动物 这个西有怎么翻译 西有动物 常会被出售 那么这用被动被卖出去 出售 而且出售杀而实之 出售杀之后就出现 一 二 三个动词要同时出来 三个动词都是用过去分词 批批批批批批批 三个 那么这种行为 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们要怎么来描 讲一个这样的行为 相当的相当残忍要怎么讲出来 第一点 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 讲到有关于现在对于 保护动物野生动物的一个重要性 第二个 不孝伤人 那不孝怎么讲出来 就是我们讲非法 经常呢 不管法律 不孝伤人 为了想多赚 多赚一点钱怎么说 多那么一点more 那不惜 这个最重要 不惜要怎么走 就不惜 不顾一切代价 反正我就是要赚到钱 猎捕 真情 甚至呢残杀他们 这非常可怕 甚至要怎么讲 这个这两个 这两个 就有很多 必须要注意的 翻译的地方 点 那么见到这样的一种行为 这些动物濒临 灭种 真令人忧心 这个见到这个 我们可以用不定词 to see 但是 真是令人忧伤 就这件事情是令人忧伤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句型 叫做 it 虚主行 虚主持续行 就是 这件事情令人忧伤 什么事情呢 to see 怎么怎么样 可以这样把它写出来 瀕临危险 那怎么讲 灭种 瀕临 灭种 灭种 怎么讲出来 这是我们这三体 有关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动物保护 所以我们 除了对 这个地球 整个环境的保护在对 野生动物的保护 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三体 好 第一个在台湾 就是引台湾 注意时间或地点放前面 我们这边要加一个逗号 好 稀有动物就我们讲 rare 好 rare animal 好 那么通常会被 这个出手 常会被 我们经常用一个频率负词 叫oven 经常 而且要放在b动词之后 这是一个频率负词 一般动词前 好 被出售 sword sale的过去分词 sword 被出售 而且被杀 killed 两个过去分词 所以他这个中文讲得 非常的快速 出售 杀而食之 and eaten 就是oven sword killed and eaten 连续三个 过去分词 好 然后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我们不用this 我们用另外一个比较好 叫such 这样的 such 后面要放名词 好 那这样一个行为呢 相当的残忍 是相当叫quite 那你可以用very 然后我们用quite 比较好 相当 残忍 残忍 cool 酷 酷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字叫barbarous 那barbarous 叫野蛮的 非常野蛮 是非常残暴 也可以barbarous 或者是酷 酷 好 所以第一题叫 in taiwan real animals are often sword killed and eaten such action is quite cruel 好 第二个 不孝商人为了想多 这个 我们不是从这边翻 这边有一个 为了想要做什么事情 这叫一个不定词 to加圆形 可以代表目的表不定词 然后我们这边再把这个不孝商人挪到后面来翻出来 这样就很漂亮的一个翻译 为了想 这个地方就 to 为了表目的 赚 earn 当然也可以用make这个字 当然最好是用earn 赚 a little more 更多那么一点点的 比较几点强调 强调我们法叫 a little more a little more money 不孝商人 我们这个地方 也用low breaking 他也用lawless 没有法律 lawless 没有法律观念的这个 所谓的business 那么就是说 不惜一切代价 就是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 不管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警告或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限制 我就是要这么做 不惜一切代价 就走 铤而走险 叫go to extremes 这个地方加s 那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所谓的run to an extreme 他用的是单数 run to an extreme 或者是go to go to extreme sorry 这写在这边 go to extreme go to extreme 就走向极端 extrem就是极端 那么去怎么样呢 猎捕 猎捕就是我们讲 hunt 表目的 to hunt rare animals 是有动物 而且怎么样呢 猎捕 甚至这个地方加一个end 因为后面有动词 所以就我们要有一个连接词 而且呢 甚至 an even 甚至做什么事 even kill them 杀害他们 这边有个动词 所以这个连接词一定要写出来 conjunction 连接词 那么even 甚至杀害他们 强调 甚至做这个危险 非常这个残忍动作 所以整个翻词出来就是 to earn a little more money 为了多赚一点钱 lawless businessman 所以不孝 就是不管法律的 就不孝 lawless businessman 挺而走险 go to extreme 走向极端 不惜一切代价 走向这个极端 go to extremes 或者是 run to an extreme to hang the rare animals and even kill them 甚至杀害他们 这是非常的可怕 好 最后一个 见到这些动物 瀕临灭种 真令人忧心 大家都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用虚主词 从这个地方 把这个真主词 to see 这个带到后面来 就变成 这将会是 it would be 这将会是一个 非常令人难过 的事情 那么后面再放一步 当然你也可以 把这个to see 移搬到前面去 用所谓的 不定词当主词 也可以 但是最漂亮 就是用所谓的 这种虚主词去行 那么它是非常难过 去看到这些动物 瀕临就要接近 close to 当然你也可以用near 还有一个在什么 边缘 叫on the brink of on the brink of close to 或者near 接近的 最后这个字要写出来 这个near种 叫extinction 重点是这个字 这个字一定要背得很熟 extincting 这个课 通常弱化 extinction extinction 这个把它灭绝掉 extinction 动词有一个字叫ruin 毁灭 那么这个名词叫做灭种 extinction extinction 所以整个就变成 It'll be sad to see this animal close to extinction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带来的整个 这个所谓文法实证 是连贯式翻译整个一个内容 当然也希望整个内容 如果对大家来讲 是有帮助 别忘了 订阅 按赞 分享 并随时开启关闭的小铃铛 以继续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连贯式翻译见面 谢谢